尊敬的 最同修 最护法 最大德 大家早上六十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末学 再借這個 共修的 姻緣 再跟大家來 學習 也互相鼓勵 如果有講一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 我們大家都在學習 經過學習 來幫助我們 能夠了解 比一座事實的真相 那我們的人生 會跟一般的人就不一樣 他講到這個修行 善導大師 在世的時候常講 一句話 我們在這個環境 我們在這個環境 善導大師說 總在語言不同 這個語言呢 是指老師 你要親近一個 好老師在這個環境 也不是那麼容易 真的不容易 再加上這個環境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末法時代 這個眾生對於物質 生活的享受 是非常的富裕 每個人你去留意一下 天天都在追求什麼 對於這個物質 這種的享受 每一天 天天的增長 但是為什麼呢 不但 我們所看到的 為什麼身心不安呢 你看現在這個生活裡面 現在這個生活裡面 五十年前跟五十年後的區別 很多 一百年前一百年後 那更不一樣 那是為什麼身心不安 什麼原因 欲望嗎 欲望從來沒有停止過 再加上內心的嗔慧 加上內心的愚痴 再加上內心的供高我們 目中無人 再加上對於盛行的教誨 不相信 從來沒有停止過 所以不奇怪啊 這個身心不安呢 這還不奇怪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個 一些人生活不而不樂 貴而不安 道理就是這個原因 欲望從來沒有停止過 所以你在這個環境 想要修行 你不被這個環境而鎖轉 那個才奇怪 所以很正常 在這個環境退轉 而進得少 那個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不用著急 只要明白 我們去做 改過 去改善 你就自然就進步了 所以 所以為什麼主持大的教育們要斷而修善 所謂的 熄滅貪嗔痴 下面是什麼呢 勸修 勸修 戒定會 那用什麼方法來斷而修善 教你受五戒 你說很難 教你受八關在戒 說沒有時間 那怎麼辦呢 天天要忙工作 要管理孩子 要處理家庭 還要賺錢 還要做一些事情 我哪有時間 所以 釋迦牟尼佛才把這個法門介紹給我們 對末法時代的終生 用這句名號來幫助我們斷而修善 是最妙的一個方法 但是你會念嗎 你會念嗎 師父我每天都在念佛啊 有沒有斷而 煩惱息息有沒有增長 智慧有沒有天天的增加 所以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清楚 在這個環境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散導大師啊 這句話 他的勸導是很深刻的 所以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要找到一個好老師 找到一個好好的 善友 碰餐道友來互相鼓勵 互相來提醒 那不是一種的好事情 所以我們 每一個星期 禮拜天 禮拜六 為什麼 借這個姻緣來跟大家來 互相 講講話 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要怎麼樣來調整你的身心 能夠安心 你的身心能夠快樂 你的身心才能夠幸福 這個才是重要的 那依靠什麼來調整呢 只有佛法 才能夠幫助我們 只有佛法 才能夠來幫助 解決我們 眼前 種種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認真 所以大家一定要認真 這個聽法 功德很大 這個功德 最大的功德是什麼呢 幫助我們破米開悟 如何 如何 來了解 這個事實的真相 如何把這個人生 過得美滿 如何把這個人生 過得快樂 那個比什麼更重要 就算我們今天的生活一般 你會比任何人的生活更幸福 因為你了解嘛 這個就是用意 為什麼我們師父商人 天天不斷 講經 釋迦牟尼佛每天在世 八個鐘頭 不斷的都在講經說法 就是幫助我們這個眾生 如何獲得五量無邊 種種的 火力的加持 火力的加持 第一個就是身心平安 身心快樂 這個就是火力的加持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學 大德 我們一定要相信 你的能力是不可思議的 你不要把你的能量 用在只是 過一般的生活 比方說去追求你的欲望 去追求你的幸福 去追求你對這個物質的享受 如果你把你這一生 用在這個身上 那就太可惜了 因為你的能量會更做更大 什麼更大的呢 就是超越六道輪位 這個就是更不可思議了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我有講一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 我們大家都在學習 看到你們 師父也是很歡喜 特別現在你看我們雪梨 到現在還是封城 師父想要出去一個門 都有的時候感覺 不敢出門 不是因為怕 因為師父對英語也講不通 如果被警察抓了 不是慘了嗎 這個環境真的 我們也不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趕緊好好念佛 沒有比這個更重要 隨時隨地行住說 你都能夠念阿彌陀佛 不管你在哪裡 無論你在哪個地方 只要你能夠拿取這句名號 那你的智慧就慢慢地恢復了 那上個星期啊 我們已經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就是偶依大師在彌陀經要節裡面 彌陀經要節 把這個信分為七大零 上個星期我已經給大家 簡單說明 偶依大師啊 把這個信 頭一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信佛言 信佛言 信佛言這個佛是指誰呢 指釋迦牟尼佛 言是教誨 就是說釋迦牟尼佛的教誨 就是勸導我們 來念這句阿彌陀佛的名號 所以在彌陀經連續的四次 勸導我們 你要相信 有一句阿彌陀佛 你要相信真的有西方幾個世界 勸導我們 苦口婆心來勸導我們 而釋迦牟尼佛 以十方一切諸佛如來來為我們證明 所以十方一切諸佛如來站出來來為我們證明 告訴我們你要相信釋迦牟尼佛的話 因為十方一切諸佛如來都离不開這句名號 所以你看彌陀經裡面不是有六方佛 而六方佛就是講十方佛 而十方佛都已經站出來為我們證明了 你要相信釋迦牟尼佛的話 但是這個問題還沒解決啊 比方說你今天要我念阿彌陀佛 我憑什麼來相信呢 是不是這個道理 你要我念阿彌陀佛 這句名號有什麼好處 你能夠把它說明白嗎 把這個道理讓我明白 我才能夠老老實實 特別在這個末法時代 把弱磨牆 我才不會動搖嘛 我才能夠一心塌地的 來念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所以今天我要來為大家 補下面這一句話 像師父以前剛剛出家的時候 我有遇到一個護法 他常常把他的錢放在我上 放我這邊來 因為他這位護法喜歡印法寶 只要哪個到場印法寶 他教我把這些錢供養出去 數目不少 但是他喜歡勸導我 你要相信有阿彌陀佛 你要念阿彌陀佛 你要修淨土 他只能跟我告訴這個道理 但是沒有跟我講 你教我要相信 但是你必須要跟我講清楚 但是他沒辦法為我說明 最後遇到了我們師父上人 我們師父上人 我要問他一一 他一一為我說明 後來我才相信 沒想到 我這一生能夠遇到淨土 那我的福報 不是一般的福報 我的喪根 我的福德 我的因緣 過去生可能修了 太深厚了 這一生又遇到了 特別是遇到我們的老師 我們才能夠踏踏實實的念這句阿彌陀佛零號 像我們要買一棟房子 你首先必須先了解這個房子 我以後搬進來 我沒有安全感 這個區是不是好區 這個地方是不是方便還是不方便 我要先了解一下這個房子 那你對這個房子有信心 我才買下來 然後我就安安心心住下去 那道理也是一樣的 那今天我們要念這一句阿彌陀佛 為什麼很多人到最後 心就變了 動搖了 不念了 什麼原因呢 所以借這個音緣 再跟大家來講一講話 好 那我們下面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章的 如果今天如果我們對於宇宙 這個宇宙在佛法裡面是講法界 一般社會講宇宙 一般社會講宇宙 那我們在佛法裡面稱為法界 那法界的意思更妙 更廣 如果今天你把這個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會了解 一切諸佛如來 為什麼 教我們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所以這個是大問題不是小問題 這個大問題是什麼 關系到我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是什麼 你能不能生死 療生死出三季 這個是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為什麼呢 這個道理我們要搞清楚 那我們看下面的那一章 他怎麼說法 一般在道場 在大神經裡面我們會看到一部 叫做招募課頌 招募課頌這一本 像師父的道場都有這一本 一般我們做招募課 都是用這一本來做招募課 因為裡面很多 有彌陀經啊 補門品啊 還有楞岩座啊 或者一些石角座啊 還有藥師經啊 裡面還有一個八十八佛 像師父的道場都有這一本書 但是現在少用了 因為我們用的就是 無量壽經 彌陀經 那在這一本書裡面呢 有一部叫做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一般就是人家 多過胎的啊 或者一些 來拜懺求懺悔啊 都是以八十八佛為主 不怕種種的 那這個八十八佛啊 師父也是很熟 因為以前師父啊 也常常念 啊 因為剛出家嘛 我師父的道場啊 每次初一十五就是 災日 晚上啊 都會讀這一部八十八佛 所以我對這一部 非常熟悉 那八十八佛結束之後啊 它裡面有一段經文 這個段經文是念什麼呢 叫做法界葬神阿彌陀佛 法界葬神 那法界葬神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面 什麼叫做法界葬神 法界葬神啊 就是說 是指阿彌陀佛 是法界一切諸佛如來的本名 你想一想 整個宇宙 一切諸佛如來 它的本名啊 是什麼呢 是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而一切諸佛如來的名號 是阿彌陀佛的別號 所以叫做法界葬神 明白嗎 說明是什麼呢 說明你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等於把十方一切諸佛如來的名號 通通在這一句阿彌陀佛當中 你說你的功德有多大 你的福報有多大呀 一句阿彌陀佛 一句佛號的名號 功德都已經不可思議了 你念一句阿彌陀佛的名號 等於把十方一切諸佛如來的名號 通通都在裡面了 你說你這一生 能夠聞到這一句名號的功德 這個福報太大了 不可思議的 你看那個《地藏菩薩本願經》第九篇 稱佛名號功德品第九 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 一句名號的功德 能夠斷滅無量劫的生死眾苦 那你今天你念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還得了嗎? 不得了耶 所以真的不可思議的 尊敬的這個董修大德 一般一些道場 每一年要過新春的時候 會辦這個消災法會 他們都在辦什麼? 念什麼? 千佛萬佛 那個千佛萬佛很辛苦的 真的耶 但是今天如果你已經明白這個 一與做事實的真相 千佛萬佛還不如一句阿彌陀佛 那個千佛萬佛的問題 應該是無量佛 無量無邊的 但是這個道理誰能夠了解呢? 這個道理誰能夠明白呢? 你看那個《彌陀經》大家有沒有去留一看一段經文 釋迦摩尼佛問瑟利佛 極樂世界何故名為阿彌陀? 阿彌陀佛 沒有辦法解答 只能聽只能看 大家你想一想 瑟利佛在释迦摩尼佛地址当中 是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呀 智慧第一的 你看那个瑟利佛的 他的记载里面 哪一个人能够问到他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问到他的 但是释迦摩尼佛当问他 你知道这句名号为什么称为阿弥陀 释迦摩尼佛没办法解答 只能听 只能看 所以释迦摩尼佛 在这一部弥陀经真的很特别 释迦摩尼佛讲经说法49年 你看哪一部经最特别的 就是这一部弥陀经 为什么 没有人问 释迦摩尼佛主动说出来 那为什么释迦摩尼佛要这样做 我们看下面的 唯佛以佛方能究竟非九界之力 所能信解也要 只要 只有佛以佛才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除了九法界的众生是没办法 连摩尼佛 都没办法 那何况我们呢 最尊敬的 最尊敬的 最统就大的 从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明白 为什么 劝他 劝他 你念要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不劝别的 不劝别的 你会堕落 不会再被这个六道轮回而受苦 这个是尽大小 你要比这个尽大小更圆满 所以你看地藏菩萨本源经代表孝经 他还是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尊敬的 最统就大的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还能够念别的佛号吗 其他的法门是方便说 释迦摩尼佛来到这个世界 真正要为我们说明的就是 把净土介绍给我们 其他的是方便讲 随着众生的根源 随着众生的根基 所以你才有机会 今天能够闻到这句名号 因为下面会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既然听到这个道理 那我们来连角 来了解一下 我们看下面 那一张 那何以说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也大家也了解 可能大家这个很熟悉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范语 因一过来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很清楚了吗 但是我们可以温析一下 互相提醒 阿弥陀佛是方便什么 我们看一下 阿翻正无 弥陀翻成量 魔翻成觉 翻成智 你去自己念一下 你去看一遍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无量词 无量诀 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诀 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从这边而来的 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死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 而死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是阿弥陀佛的别号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佛名号的含义 所以一切诸佛都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道理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的苦是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 所以今天你念阿弥陀佛就叫你什么 叫你 你要赶快觉悟 只要有智慧 你的生活 你就不会放过失 只要你有你的智慧回复了 你才不会去造业 所以以前有人问我 师父在地藏菩萨本源经不是有两个故事很有名吗 光木尼跟婆罗门 婆罗门跟光木尼 为什么他的母亲会剁在五间地狱 什么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鱼吃啊 就是因为鱼吃造成造了种种的果报 后来落在五间地狱 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那下面的很重要来提醒大家了 这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就是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己的自信的本名啊 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信的本名 你自信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要指下这个承担 你要接受 你不能拒绝的 你要相信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嘛 所以佛在大神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周风口师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阿弥陀佛既是我 我既是阿弥陀佛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喝酒醉 他不省人事了 但是 但是他那个我还是存在啊 那这个酒后 他会回复正常 醒过来了吗 那我们现在的情形 我们的状况 就跟他那种喝酒醉的一样 被迷住了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现在变成反复 迷了嘛 不是刚才讲的吗 为什么会迷 你把一切的真相当作假 你把真当作假 把假当作真 你迷了吧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为什么变成反复 真的吗 所以今天我们无法超越六道轮回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人不能离苦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不能怪别人 怪自己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听经的原因 就是帮助我们 回复 你的本性 本来面 就是这个而已 释迦摩尼佛在这个世间 这样了49年的 就是为我们说明这一桩事情 为什么要讲经说法 就是帮助你回复你本来的面目 你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 看下面 你看 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的像智慧 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正的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就是因为被我们自己的妄想 被这些分别之心 对于一切世间的万物的执着 而不能放下 所以造成你本来就是有这个 因为有这个机会能够成佛的 但是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你本来可以往生西方净土 但是你把这个好的因缘 错过这个机会 你可以有这个机会 跟阿弥陀佛在一起的 你可以有这个机会 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在一起 但是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没办法呀 那怎么办呢 所以 欧益大师为什么把信佛言放在第一的元素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你要好好念这句名号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过幸福美满的人生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把六道轮回 超越六道轮回 才能够往生进度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 过得美满的生命 那这个觉悟刚才已经讲 这句阿弥陀佛的用意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劝导我们苦口佛行 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为什么 欧益大师把信佛言放在第一个 特别现在 你看那个 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为什么要到那边 你看 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 刚刚开章 你看那个米头经不是告诉我们吗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告诉瑟利佛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已经失界 就是说 西方极乐世界 到现在 才失界 说明这个世界还很新 刚刚开章的 刚刚开始的 如果将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是什么身份呢 你知道吗 你是元老 如果以后人家隔壁问你 人家隔壁隔壁连居 你在西邦吉德世界有连居 隔壁人家问你 你什么时候到西邦吉德世界 我第十节我已经到了 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所以赶快去 赶快移民 将来你在西邦吉德世界 你是元老 以后他们来的是晚辈的 跟你身份的不一样了 我第十节我已经到西邦吉德世界来了 早点去早点好 是这个道理 所以偶一大师 为什么在这个《弥陀经》要解里面 讲了一句话 普劝三世众生 恕求往生 以佛同命 以佛同命 一切一生成半野 所以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大菩萨这些祖师大的 劝导我们一定要快快移民到西方吉德世界 什么原因呢 因为那个环境还刚刚开始 而且你的寿命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 你一切的享受也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的智慧 你的神力 你的道力 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为什么不去呢 这一生 说实在能够遇到这个访门 真的不容易 能够相信 真的也不容易 我们在这个地方 总有一天 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无论你有多长处 你也要避免不了 有生必有死 有死必有苦 那我们应当要 给自己能够很大的去思维 我为什么要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我这句名号就叫我什么呢 你要对这个宇宙的事实真相去了解 了解什么 不要过于执着 无论怎么执着 总有一天你也带不走 无论怎么多的财富 你也无法带得走 将来我们能不能生在 在这个澳大利亚国家 我也不一定 今天你能不能生在一个好的环境 也不一定 看你的业力 不是每一世能够得到人生的 那今生我们遇到这个法门 让我们要好好来珍惜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很多一些大菩萨都没有这个机会 求也求不到 那今天我们得到了 那你要好好珍惜 一切许愿 随喜功德 今天有赚多少就赚多少 今天有能够活一天 那就 那我们就多念一佛一天 该做的事去做 一切许愿 最主要的把西方极乐世界 放在我们的目标 那这一生 那我们就不白来咯 你说对不对啊 真的 你说你耳里的有多孝顺 总有一天他也会离开你 你也会离开他们 你的身边有多少钱 总有一天带不走 能够布施的赶快布施 能够死的赶快死 顺便留一点点就够用就好了 吃也是那一两餐 对不对呢 不要计较太多 不要去跟人家争执的太多 最主要的好好念佛 那个是正确的 比什么更重要 那这个就是 保育大师在这个 弥陀经要解 把第一个信佛言 为我们简单的说明 希望大家能够 经过这个跟大家的讲解 能够增加自己的信心 我今天为什么要念这句名号 所以这句名号的功德 真的不可思议的 是无法去了解的 连涉利佛都没办法去了解 何况我们自己本身 只要大家老老实实去念 一生不改 一生不被动摇 死因塌地 来念这句名号 那就正确了 你要听话 听话有福 听话的人有福 像师父都是这个 老师教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所以我有福啊 真的啊 老师教我怎么说 老师教我怎么学 就怎么学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 那我们看下面的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老师为我们说明 我们看下面 信佛愿 这个佛啊 是指阿弥陀佛 愿是指四子八愿 就是说明 就是说明 法障比丘 在英帝修行的时候 在他的老师面前 世间自在王如来 曾经发这个大愿 我们称为叫做四十八大愿 你要相信 大家都知道 四十八愿是五量寿经的核心 而五量寿经一展开 就是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经 而大方广佛华严经 就是整个四十九年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 都离不开这句名号 所以四十八愿都是饶着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一展开就是四十八愿 所以阿弥陀佛五量节以来 所修学的功德 都在这句阿弥陀佛 而这句阿弥陀佛 获得四十八愿的加持 那就是圆满的 所以你要相信 因为你相信四十八愿 等于相信这句名号 像过去有一些居士 有一些居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每天念阿弥陀佛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阿弥陀佛念个不停 阿弥陀佛会不会反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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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个不停 像我们台南进宗全会 台南进宗全会 那五楼 叫做念佛堂 每一天 二十四小时 念佛的 这个星期 哪一批 这个星期二 哪一批 都有分开的 二十四小时 每天多人就在那边念佛 虽然人数不多 希望我们以后 雪梨尽忠学会 可以这样做 二十四小时 挂单在里面的 你可以二十四小时来念佛 安安心心的念佛 时时塌地的 你好好来念佛 以后可以这样做 我相信 雪梨尽忠学会 不久也会降起来 以后供养给大家 这样 那就不得了了 台湾尽忠学会 有这样 佛曾经参加过一次 只有一次而已 真的二十四小时 你看一天到晚 你天天念佛名字 天阿弥陀佛的名字 阿弥陀佛不会感觉啰嗦 感觉很烦 会不会生气 像如说 比如说 你说太太的 每天你喊着老公 你一天到晚 你喊着老公 老公会不会反 对不对 有时候这种道理简单 你天天 老公啊 你在哪里 等一下一个小时 你又在打电话 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 你天天打电话 你一直打 你说你的老公会不会反 当然会反 或者你 比如说你的孙子 每天教你阿嬷 姥姥 奶奶 你每天 一天到晚 就教你这个名字 你会感觉反 当然会反 但是啊 尊敬的这个同修大哥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生气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感觉烦 而且阿弥陀佛的愿望 就是你要天天的念他的名字 他就是最欢喜的 真的啊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那为什么阿弥陀佛很欢喜 我们天天念他的名字呢 你看哦 阿弥陀佛在英地修行 发这个四十八大愿的时候 你看第四八愿 先用这个来跟大家做一个比喻 第十八愿五量修行 大家很熟了吗 是不是 我们来念一遍 阿弥陀佛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读一下 来 请和长 我做佛师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自信心药 所有善恨 心心回向 验身我国 乃至使命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为放正法 这个教你什么呢 教你念佛 文就是听文的意思 就是教你依教奉行 就是阿弥陀佛要我们念他的名号的名正 下面的那一章 下面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生气 不但不会烦 而且呢 要你天天念他的名号 天天念他的名字 他最欢喜 而且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留意 一定要留意 不仅仅在第十八愿 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中 告诉我们 众生闻名靠 获得功德利益之愿 总共有多少 有十三月 都是教你念这句名号的 天天要他你念他的名号 你看我们来看 这个十三愿里面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 第十八愿 刚才已经念过了 十念毕生 第二十愿 年终皆隐愿 第三十四愿 善谈法药愿 第三十五愿 一生补处愿 第三十六愿 教化随意愿 第三十七 一生自治愿 第四十一愿 至第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七 到第四十八 就是文明号 得广大利益的 何况来念他的名号呢 这四十八 这四十八愿里面的 第 总共有十三愿 都是讲 你这一生能够 稳到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你就获得五量 五边的功德利益 何况我们亲自 用我们的先诚心 恭敬心来念这句名号 那就不得了了 都是离不开这句名号 刚才已经讲过了 四十八愿都是饶着这句名号的功德 都离不开这句名号 所以过去廉始大师 曾经讲过了一句话 我们看下面 最后的 廉始大师讲的 举取名号 心中得以俱备 专乎特也同万幸而无前 什么意思呢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就像一只大船一样 我们在这个苏佛世界 满满苦海中 无所依靠 唯有依靠阿弥陀佛这个大愿船 才能够帮助我们 脱离五座苦海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靠的是什么 就是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里面 都是讲这句名号 那你今天不念阿弥陀佛行吗 你想要脱离苦海 你想要生死 你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念阿弥陀佛行吗 所以阿弥陀佛喜欢你念他呀 但是首先你必须要相信四十八愿 首先你必须要相信有阿弥陀佛 有西方极乐世界 你才有这个机会 所以今天你想一想 你今天造了多少的这些不善的约 将来要受种种的果报 那怎么办 你靠这个四十八愿 你靠这个大船 这个船能够帮助我们到彼岸 无论你有造了多少的 就算你已经犯了五逆十恶 只要你肯忏悔 你能够相信 你就能够跟着阿弥陀佛这条大船 到彼岸 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你要相信 而且在弥陀经 佛连续地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时间到了 下个星期啊 再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欧益大师下面的 越讲越精彩 特别这个信佛愿 佛是阿弥陀佛 愿是四十八愿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简单跟大家来分享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老实念佛 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把这一生 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搞清楚 将来顺着这个目标 去努力 去奋斗 我相信每一个人 人人皆深净土 人人皆成就 每个人都能够成就的 世间的四亿的成就 那个小事 你能够超越六道轮位 是最大的成就 那个世间的这些 哎呀 明文立 这些地位啊 名贵啊 这个很容易的 只要你依照经典里面 你就能够得到了 但是这个不是永恒的 不是每一世能够遇到佛法 不是每一世能够遇到大善知识 能够闻到正法 因为人容易堕落 容易被这个环境而迷了 那将来造业 我们的活报都是在山途 山途的时间长 三上道的时间短 所以无论我们在哪一道 只要你还在六道 你还是不是能够安安心心的 只要你还在六道轮回 你就没办法 敌苦得乐的 知道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只要超越六道轮回 才能够真心的 我们所讲的离苦而得乐 究竟的乐 究竟的圆满 这个圆满在哪里 就是在西方世界 祝大家 我们有这个因缘聚会 也祝大家好好努力 我们将来 共生极乐国 下个星期见 谢谢大家 我们好久不见了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 大家回向 然后以后我们在学校 在学会能够去会一处 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打佛西 一起来受八观在界 一起来做三十西念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